没看明白到底是咋回事 就听到这些蝙蝠再次叫了起来 我紧紧地拽着爷爷的衣角 爷爷从他的布袋子里 拿出了一把铜钱短剑 横在了胸前 眼睛死死地盯着那鬼灯的方向 而下一秒 我就看到了我这辈子 所见过最诡异的一幕 只见那些吱吱乱叫的蝙蝠 竟然全都用后腿站立了起来 那前爪子更是交叉扣在了一起 和人叩拜的手是一模一样 那小脑袋更是对着月亮的方向 高高地痒了起来 刷的一声 他们的翅膀全部伸开 齐刷刷地跪在了灯上 朝着那月亮开始跪拜了起来 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我的头皮就抹了 内心不只是恐惧 还有不可思议的震惊 蝙蝠败远 好强的殷勤 你娘已经成恶龟了 恐怕不能保护你了 既然这样 那我就只有和你拼上一奏了 爷爷已经放弃了最后的机会 看着周围大声喊了起来 师弟 我知道是你 出来吧 是时候了结我们之间的恩怨吗 爷爷喊的时候 我也在打量着四周 但周围却是一点动静也没有 反倒是那些祭拜月亮的蝙蝠 突然飞到了空中 在半空中转了一圈后 猛地对着灯俯冲了下来 只听见一阵砰砰的碰撞声 那些蝙蝠竟然全部撞死 在了红悠悠的灯上 那灯原本是红色的 在见了蝙蝠穴后 灯光变得更加 星红恐怖 那蝙蝠的血液 顺着灯楼到了坟地上 而鬼灯下面 全是蝙蝠 密密麻麻一大片 而就在那灯的周围 我模模糊糊看到了一道人影 就站在我娘的坟前 直勾勾地看着我们 耳边香又听得出更鼓响 思想起当年是好不悲凉 但愿得了缺了救债 纵死黄泉也好安排 我揉了揉眼睛 想要看清楚这个人 可我还没看清楚 这个人就先开口了 阴险地笑着 师哥 好久不见 谢谢你把李初九带来了 只有他死了 我养的恶鬼才能破关 周围的浓雾一直没散 我看不清楚 这个人的模样 只能听到他的声音 有些许微颤 似乎见到爷爷很是激动 想必这个人 就是爷爷的师弟 当然也是我们家的凶手 爷爷听到这人的声音后 仰天地笑了起来 语气显得轻松地说道 师弟好多年不见 这是我的报应 你要的只是我的命 放过他们 留下我 爷爷有些央求的语气 没有了之前的强硬 那人看到我爷爷有些妥协 不行 那人却冷冷地打断了我爷爷 冷笑道 他不死 我养的龟就没用 师哥 让我没想到的是 李初九他娘死后 还想着护着他儿子 连我的诸魂咒 都不能完全吞噬他的意识 所以 我要他儿子死在他坟前 激发出他最强的怨气 你而想